海女不化妝嚇人言論惹夜 柯畢竟遭嗆 殺豬閉嘴 哎呦 小朋友們这般魔鹰穿脑 又不是这般天真可爱的海豚鹰 全都又为了迎接他 台北市吉祥物监市长柯文哲 周五他来到古城国小出席 购能去游乐场启用 玩电流紧急棒玩得很开心 旁边小朋友黏滴滴还跟客厅说爱的争交话 有故事欢迎的 不过QQ的是孩子源不等于女人缘内 他日前在公开场合谈美学 先前是民进党籍曾任姚文志助理的蔡英山 还气到埋伏 在客制此时从台下人群中串出 强调自己是家长 接着送客部娃娃与口罩 宣称这是他女儿要送给市长的东西 我是女生 我是女儿 市长请注意您的发言 并在台下继续举着 我素颜我上街下注闭嘴的标语 让行动表达不满 这意外的插曲让现场幕僚 下压出一身冷汗 也让小记者怀疑 AAA这现场危安没问题吧 而且他又刚好是 姚文志的前助理 你搜索的速度怎么那么快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你们做时候速度怎么那么快 还好这个也不算什么伟案 这个不是拿枪 华哥在姚文志的前助理闹完 但真正大BOSS对手姚文志的攻击可还没完 姚振宁还抢了你的四十千广场 这没办法 因为我们那个本来预定的那些场地都被抢光了 现在想不到到底要去哪里办 台北市可以做这种竞选的这种 我说那种选拳自己的场地也不多 押金好像很便宜 我就用三万 那如果我用三十万 申请十个场地就可以把对手全部封死了 你是被刻意封的吗 你知道我知道以前就有这种问题 这个就是 我也不晓得 也许在一次又一次当中 慢慢我们去寻找规则吧 所以有可能在中正纪念堂或滑山吗 还是你要在二八公园 二八公园 想会死瓜子 那算了吧 除此之外 姚文志也透皮柯文哲上周六的行动总部开幕圆游会 因不服规定埃法还被没收到认金 当天活动却有一排局数手掌参加 根本是观观相互 关观相互就不能帮我罚钱了 就是 我现在 其实事先 我都问他说 这有没有问题 他说没问题 没问题去 可是是这样啦 有人检举他们就会 执法驱言 因为那个车牌有漏出来 所以他不能算五台 他算车子 我说算了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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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